哈囉 大家好 我是肉肉 斯普拉 寶劍士又來啦 今天呢 要幫這個投稿的觀眾呢 做一個復盤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它這邊呢 是使用的武器呢 是這個GZAP 也就是新出的這個89 那它的段位呢 目前是來到了A家 那我看一下它遇到的這個問題呢 是說這個容易砲槍 一下子被逆轉 那投擲機器人炸彈的技巧 想要了解這件事情 那它今天呢 提供的這個影片呢 是在魚露遺跡的真格塔樓的部分 那我們先看一下它目前的這個隊友的死亡數跟自己的死亡數 相對來講是稍微高了一點喔 但對面呢 其實也差不多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場子裡面有出什麼樣子的問題吧 好的 我們等一下前面呢 一樣照慣例開頭 先來看一下武器的配置吧 好 這邊看一下 呃 武器的配置的話呢 是斯普拉射擊槍跟點96 還有這個89 是這個觀眾投稿 然後跟油快捷α 然後斯普拉機動槍 呃 吸皮筒 跟這個吸血射擊槍 還有這個頂射擊槍 那以這個ZAP 89來說呢 它的首長是可以攻擊到這個吸皮筒 跟這個吸血射擊槍 那以射程的優勢來說比較弱勢呢 就是對上這個斯普拉機動槍跟這個頂射擊槍 所以特別要留意遇到這兩個槍支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那其實呢 我個人也會覺得其實是吸血射擊槍 因為它的坡墨範圍呢 是比較接近扇型的 比較接近扇 就是它是有點這樣 就是類似像這個樣子 所以說呢 當它今天只要稍微前進 不是跳坡的時候 其實應該也是很容易打到 也是要非常小心 就是以統計來講 它的這種範圍型的攻擊的射程要特別留意一下 所以我會建議 以Budger來說 因為它的這個傷害不是很高 所以我會建議呢 這個在力回的走位上要多游移一點會比較好 看下去 好 魚露遺跡的這個塔頭 比手呢 是先走左邊出發 好 看看是先突擊 又一個小T 半團過來 左邊有兩隻 最後半團 好 右邊有先擊殺掉這個系統 好 中間敵人出現有人上塔 好 這個 OK 好 這個 前面這個呢 你這個段位的朋友來講呢 這個我是蠻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這邊直接就給你一個建議喔 在起手呢 我們這個所謂要進行對槍的時候呢 最好的情況是 對方呢 是在你的射程範圍內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可以清楚看到他 而且我會強烈建議不要在這個 對 不要在敵人正在擊發的時候前 因為其實剛剛可以看到這個狀態 你有點像是在撞別人的子彈 只是他剛好有一點炮槍 所以你沒有直接在上塔前就被他打死 這個時候 敵人上塔的時候 如果你想要上塔去抓他的話呢 不要從正面 不要從正面去上 從後面去上會比較好 或是從側邊上也比較好 因為他正在擊發的時候 即便是星葉的這個彈道很不散 你都很有可能在你打他之前 你直接撞他子彈打死 這個會變得非常的可惜喔 所以建議不要從正面上 從側邊上回去 但他剛好沒有打到你 因為如果你今天是從旁邊 側面啊旁邊去做擊殺的話 其實應該很容易就可以直接帶到他 如果你從後面來的話 是馬上直接走掉的 沒有問題 好 而且高低打高 再加上有塔 有塔的情況下 其實這個角度打非常不好打 你如果要這樣子打的話 其實應該也是要站後面一點 就是後面一點的位置 射擊也相對講會比較好準 這個位置的對槍的攻擊 其實是比較不好打的 好 被收掉 那對方開啟這個防護罩 大王隊友先上塔 好 復活之後重新出發 好 現在塔上有人 好 這個這個這個 這一點也是一樣喔 就是這個還是犯了跟剛剛一樣的 這個會有一樣的問題 這個其實是非常危險 因為如果假設是我的話 我會直接從那邊跳下來 一定以高處來瞄準 我一定可以直接瞄準把你帶走 所以從下面打上面 在這一個位置我覺得太近了 這個位置由誰來打會 如果今天你是爆裂型 就類似蠟筆的話 你在這個位置打就超級好殺 而且殺到瘋 但是以這個水槍式來講 在這裡其實很不好瞄準 就是以我們現在目前的角度來看 其實我們也看不到人 那如果你變成是要取得的話 他如果是在游移或是在往後退的話 我們還是很有可能被他直接嚇他 然後溜過來或是從旁邊過來 就是我們現在視野在這個上面 我們是沒有辦法看到旁邊 任何位置的敵人在哪裡 所以這個視野角來打來講 這樣都可以解決 好對面倒2我們也倒2 好下來是剛好 變狀 跑上塔 這個時候 好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不錯殺掉了這個螃蟹 這個也殺掉了 好又有人在跳塔 這個就是不錯 這個是很經典 可以看到就是這個手零算手的還不錯 不過剛剛有一點點 確實是明顯的抖射 就是前面有提到說有些問題 會覺得容易砲槍 是我覺得你抖射有一點嚴重 就是你站著一直站著射 就是你應該要多一點 你可以考慮多一點在 不一定是在塔上 你在平地上 有多一點機會的話 應該是要多一點是射擊 淺墨然後再起來 再淺墨再攻擊 是有點左右 就是這是淺墨 下面這條先淺墨狀態 就是射一下 然後換一個位置再射一下 再換一個位置再射一下 這樣子呢你在瞄準的時候呢 因為你換了位置之後呢 你的手把 先畫一個這個好了 比如說這個是手把 正常來講 你如果利用這個 你利用淺墨移動的話 你在對槍的時候 比如說我要怎麼講這個東西 就是現在手把的位置 拍體幹手把位置 這樣瞄準 然後你淺墨 然後向右移動的時候 就是你的移動 可能會是一個弧形的移動 然後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利用你非常不同 可是此時你的手把 你的手把還是在置中的 所以其實你要稍微往左 稍微往 稍微往左的體感比較準 跟稍微往左 因為我都沒有問題 這個時候你是很好調整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走射的話 你會變成你的手把 會變成是彎曲的 大家懂我那個意思嗎 就是你的手把彎曲幅度 變很大的時候 其實你相對來講會變得很不好的 不準 所以說這個利回呢 利用了右邊香菇頭來進行 就是基本上你要 盡量讓你的手把 維持在正中間的時候 你在這樣瞄準 比較不會有這個走射的問題 好 繼續 好 這個一次帶掉三個人 這個現在這個時候啊 我也是強烈建議 這個啊 這個 因為你現在已經在塔上 而且你現在在等他走 等於說其實你在塔上 你沒有事情做 而且你的墨水 你圍的應該也差不多 你現在看到這些地方 全部都要塗這樣 為什麼要塗起來的原因呢 一部分 一部分 假設這個已經完了 你可以看 你可以繼續蓄力嘛 SPE可以繼續蓄力 然後假設如果沒有的情況 為什麼我要塗這個 因為 出來的人 沒有地板 他也要塗地板 他如果不塗地板 就會跟剛剛 就會跟我們之前 這個 做這個 這個 復排的影片一樣 你沒有地板直接送出去 就是找死 所以說 在敵人都還沒有回到戰場上之前 你要是看到有底墨 能塗就塗 反正我們在塔上 也沒有什麼別的事情 所以 好 我們繼續 好 持續推進 左高一個 下塔 這個 這個 剛剛這個是有點可惜 這個 我也給這個 這個 A段的朋友 給點建議 就是 我們 塔羅模式 推塔很重要 但是 不是一定要一直站在塔上 像剛剛這種情況啊 你看現在敵人已經陸續要出來了 對敵人來講 首要的是什麼 趕快上塔 趕快把敵人殺掉 大家都會有這個想法 大家都會很舒服 所以這個時候當人出來的時候 尤其是像坡筒 聽出來的時候 他是有一個範圍型攻擊 他這樣一坡 他這樣往上跳起來一坡 可能這一區 整個塔 這一區都會受到傷害 所以這個時候要怎麼辦 這個時候我建議往後退 因為 他們會急著想要上 他們 上不了塔 他們也會在這附近 尤其是像這種範圍型 有點類似小爆裂槍 他們就狂坡狂坡 一直往塔這邊攻擊 這個時候 不要站塔 退到後面去 你會發現 你很容易會看到 他就站在你這個位置 就是在你眼前 你會很好地殺他 殺完了他 我們再繼續推他 因為現在這個時候 他會很緊張 但這個時候就不要硬戰塔 因為硬戰塔 推一兩抗 只光光這個沒有幫助 你應該是 協助 就是 因為這個時候塔 還不會馬上退了 而且你的隊友也可能會上塔 但是你要去成為那個 輔助隊友的人 就是抓這種旁邊 想要攻擊塔 這個很關鍵 好現在OK 有雙有擊殺掉 這個很漂亮 這個就有點走射 這個就很明顯的有點走射 這個剛剛 再看一次 走射就很容易會炮牆 好 比如說下來 好 沒射到 這個時候沒射 這個時候一兩發 你一兩發沒有射到的時候 你其實就直接往後退 你直接往後退 因為 你往後退以後 這個人 他就會下來 下來以後他就會想要找你 這個時候 你往後退的時候 你已經是處於一個重心 你在退的時候 你已經 準備好重心秒 因為你的手 現在已經不是按ZR鍵 你的手把 基本上已經 不是處於一個 被你握住僵硬的狀態 而且剛剛後面也還有一點沒 所以你退回來以後 他下來之後 就會變成是 你已經 他可能會下到你的正中心 對你來講 是更好瞄準他的 但是你抓著手把 要瞄準他的時候 其實你握的時候 其實會變得很不好對槍 好 好 好可惜 不壞 好但是塔還是持續推進 這邊倒一 OK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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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螃蟹螃蟹 哇這個就有一點 這個死就有點可惜 因為螃蟹在的時候 大家要知道螃蟹的加農炮 跟他普攻射擊 是很遠的 加農炮也很遠 就是這樣出去的風險非常高 就是情願 待在很安全的地方 可能像是這個 剛剛左邊 左邊這邊 左邊那邊的掩體下面 就是等待這個螃蟹開完 就是不要冒然前進 因為我們 不是守長 也不是狙擊 也不是什麼 我們沒有辦法對抗他的時候 就不要冒然前進了 好這個死有點可惜 大王出來 那邊又倒 好 好 斷倒2喔 好 返回形線 好 這個時候可以先把周圍地板先塗一塗 這個追感 這個追感不太好 因為剛剛是已經有破了 而且迪莫多的情況下 我覺得大家可以就是 當然啦 你該追殺的時候還是要追殺 但是你還是要看一下什麼 因為其實老實說 我們在戰場上的時候 除非你很頻繁看地 不然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的隊友在哪 現在這個時候很有可能是只有自己在最前面 而且剛剛後面有人在打 這個就非常危險 現在直接進到了一個 就是被他的隊友殺 這個就有關 好 而且很明顯可以看到 隊友剛剛全部都在後面 就是自己的節奏太快 跟隊友的節奏還是要挑戰 三分鐘 這是有優勢的 好 右下 右下有一隻 左下和右下的戰地都不漂亮 這個 啊 這裡有一隻 這裡也有一隻 這個時候 我作為輔助槍的話 我的建議是 欸 這裡還有一隻 對 我的建議是地板一定要先 就是 如果你今天是雙小肌流的話 左邊丟一隻 右邊丟一隻 然後塗塗地板到後面前末 那因為現在呢 左右 左邊兩隻 右邊一隻 這個時候 即使他們游下往上打 這種 這種游下往上打 可能就會比較好打 而且這個其實說 在現在目前戰地末期 真的是 對 下去 等一下 欸 nice 漂亮 這個漂亮 上有人 啊 有點危險 啊 這個 這個 對 這個打得有點久了 剛剛其實應該先退 啊 這個可以 哇 這個 剛剛這個守靈 不是不行 可是因為塔上有人 所以其實 風險有點高 那現在目前直接倒戰 這一波就超虧 這一波就有點虧了 但是 但是目前還有優勢啊 戰技 太快 糟糕 這個 啊 這個 這個 這個點 有點危險 就是 從後面繞背 確實是很常見 可以一次全部抓掉 可是 以輔助槍來講 走這個位置有點危險 就是你要嘛是 吸引敵人過來 吸引敵人過來嘛 然後 一個一個把他擠殺 可是剛剛後面 是已經有兩隻在看 所以 就算他留一隻跟你對象 啪 還是會前進 但這個時候的這個死 可能會造成前劍 就是家裡出發的隊友 沒有辦法 把他擠破 但是現在變成 那會變少了 對 那以他們的這個武器 特性來講 說實在的 有戰器 跟這個螃蟹可以搶攻 然後還有這個防護罩 真的是很有可能 會被直接進攻一波 可以過去啊 好 目前倒三 我家裡有一隻 爛爛爛 nice 漂亮 兩分鐘時間還很長 兩分鐘時間還很長 好 先丟一個 好 nice 好 開起來 可以稍微往前 稍微往前 挖一下 這個被掃到了 啊 不是 是被黏丹嚇死的 哇 虧大虧大 喔 倒三 我看起來這一局 感覺 這一局的隊友 就是會比較容易落單死 所以我覺得自己 可能在總位上的 因為可能會比較重 變成說死亡術還是要進 這樣子 對不對 節奏 我覺得節奏 變成說自己的節奏 變得有點太快 超過 這個 啊 這個 這個 這一個 這一個放掉 有一點可惜 因為他已經在家門口 這個時候上這個塔 變成是只有你一個人 然後你 會變成是後面 還有一個鼻子 會讓自己 處於一個比較 不好打的狀態 因為這個 其實我們自己 八九來講自己推 不太可能 直接這樣推過去 這樣很危險 這個時候建議退 還有一個提起在後面 又很危險 就會變成蛋地獎 對 機器 就是會變成 地板 地板不漂亮 再一分鐘 再一次開出來 好 踩上去 但是我覺得這個 這個還是有一點太貌然 想要去抓掉敵人的 因為這個戰地 真的不漂亮 而且再加上 我們的武器的傷害真的不少 所以其實 你很有可能就會 很容易就死了 好 五秒 好 丟 這邊 現在比較不好打的 生死弱勢的狀態 上上上 但是喝了飲料 NICE可以 NICE可以 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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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不錯不錯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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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35秒 最後一波有可能 有點早 這個有點早 這個SP開了有點早 這個SP呢 因為剛剛才歪跑結束 所以 這個SP開的目的呢 應該就是要讓你去擊殺 快要下去 下去的時候 開的時候 你就可以 真的可以進去殺一波 好 這邊右下 抓 欸欸欸欸 等一下 線路好像怪怪的 好 找2 NICE NICE 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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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 右邊 右邊 下面 對對對 這個 這個是可以守 但是不用太 對對對 啊 NICE NICE 對對對 這個時候看一下 剛剛右邊那一隻 還要記得 右邊那一隻還要記得 要上海 啊 糟糕 啊糟糕 啊糟糕 這個 這種像後面關鍵的這一種 就是 呃 它就會很吃 你的觀察跟你的準度 就是你站的位置 就包含 比如說可能 後面這個時候呢 到底要怎麼辦 還好 你要記住右下游子 你要記住右下游子 這件事情 然後 在前進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時候 不要在塔邊 就是 從這裡繞過來 就是 從後 從左邊繞過這個掩體 在這一個 這一個角度 你可能就可以 殺到想要從這邊 繞上來的人了 因為現在在這裡反上去 所以其實可以繞 因為你看整個戰地都是我們 其實我們算是 應該會是好抓的才對 這個時候 對對對 這個 這個就是很吃 就是 呃 臨場判斷喔 經驗的判斷 對 後面這個 這個 這一個 後面這一道真的 那我覺得 呃 以目前來講呢 就是說 這個 砲槍的問題 我覺得你可以 習慣一下 就是說 你大概 打一兩八 沒打中 就換位置 直接換位置 就是盡量減少 你站著 按住Z 然後發射之前去 就是 就是盡量減少 你讓這個人站著 然後這樣 想要從這裡射 然後一路這樣射 射到這個角度 就是 我情願你在這裡射幾八 然後換個位置 然後再從這裡射幾八 或者是從這裡射幾八 呃應該說 如果假設敵人在射好了 比如說你這樣射 然後換一個位置 然後這裡再射 然後或者是再回來 換一個位置射 就是也不要站 變成火把 然後去瞄準 這樣子我覺得會減少 炮槍的機會會 他多蠻多的 然後呢 再來是 呃 就是節奏 自己跟隊友的節奏 這件事情 你要想一下 就是盡可能 自己 不要就是 死亡數可以降低 讓你自己在場上的 時間點多一點 因為你在場上的時間點多 雖然只有你一個人 你不一定要把他們全部殺死 可是你會丟腹肌 你會塗抹 你會增加他們前進的能度 然後再來就是 游這個小機炸彈到塔上這件事情 我非常建議可以到那個 大廳 到大廳裡面去 然後有一個把子在上面 你就從站在下面 然後去習慣一下 你站在什麼位置 無意識直接丟腹肌的時候 他會直接在塔上 這個很重要 然後另外一個 如果你想要練習 丟塔上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直接在散步模式裡面 直接就是 就是 往塔上丟 一樣喔 你要練到很直覺 就是我想要這樣丟 然後他就會丟上去 大概是這個樣子 可以試試看這個方法 那其他部分呢 我覺得 可以多多的 習慣一下 就是 目前看起來 我覺得就是換不一樣走位 這件事情 然後還有就是 減少我剛剛說 從下面直接往上打 你要知道你的水槍 這個取射 取射的本身難度就會比較高了 這加上你的傷害也比較低 落末的時候 打到他不一定會有傷害 甚至是聰明一點的人 直接換一個位置 他就可以直接下來殺掉 所以呢 我覺得 保有一個 呃 不太確定敵人在哪裡的時候 就先往後退 盡量不要 讓自己處於一個風險比較高的狀態 我覺得這一個還蠻重要的 那剛剛這一邊呢 這一局呢 是有些地方是有點可惜 但沒有關係 希望今天呢 這個復盤呢 可以給這位朋友呢 有不一樣的想法 讓他在這個 他這個 增格模式的時候 可以多一些進步的空間 那如果大家呢 有對於這個 復盤呢 有想要不知道自己的問題在哪裡呢 也非常歡迎來信告訴我們 只要你把你的武器 跟你的段位 跟你目前遇到的問題 投稿到我們 這個說明欄裡面的信箱 我們就會找時間完成它 好的 那斯普拉寶劍師呢 今天差不多到這裡 告一段落啦 如果覺得我們頻道的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 開啟小鈴鐺 或是加入肉鋪會員成為肉園來支持肉肉 如果覺得廢話太多 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級感謝來支持我們唷